小朋友们,你们好,欢迎来到玩具秀 佩奇把自己打扮成唐姐克洛伊的样子去找苏西玩 走在路上,她刚好遇到苏西 她说,苏西你好,我们一起来玩吧 苏西告诉她,对不起,我答应了今天要去找佩奇的 之后苏西便离开了 不久,她又遇到了猪妈妈 猪妈妈看到她很高兴地说 克洛伊,你是来找佩奇的吗?我带你去 佩奇不高兴了,她刚要表明自己不是克洛伊时 假佩奇来了 猪妈妈让假佩奇带着克洛伊去玩 假佩奇答应了,佩奇终于忍不住告诉猪妈妈 我才是真佩奇 于是,假佩奇把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 原来,克洛伊知道了佩奇假扮成她 所以克洛伊就故意假扮成了佩奇 佩奇向克洛伊道歉后,他们便一起回家了 好了小朋友们,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